来看到的是教育部已经解禁了这个高中的这个法禁 但是在私立学校的部分的话 则是有自己管理的空间 在云林就一所私立的工商 他是只要学生没有遵照法禁规定的话 就会被叫上司令台 而且在全校的面前当众帮他剪头发 江家长是控诉校方说 这实在是太过严苛 让小孩子没有自信心 也没有面子 云林私立商工的司令台 一名男学生被叫上去理法 台下不少同学围观 司令台地上摆着一大面镜子 这段影片约有15秒被PO在网路上 影片播出后被剪头发学生部落格 不少网友和同学一样上网吐苦水 痛批学校定出法禁校规 江家班他们有到食品的工厂 那食品营业呢 他也要求说员工的头发不可以破产 因为怕卫生还有掉发的问题 所以在学校我们就要求 尤其是餐饮科 他不可能 头发一定要符合标准 校方认为这是误会一场 但是法禁校规规定 男学生得剪平头 刘海不能超过眉毛 并脚必须在耳上 不能烫或染 校方定期还会检查头发 检查呢是全校性的 也不能 针对某单一个科 或者是单一个人 所以头发法是规定 跟只是生活常规 服务的部分 头发部分 是生活常规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要全面性的来要求 不合规定的学生家长投诉 校方法禁太过严格 不合规定的还会被照上司令台 在全校面前减法 这实在让孩子很没面子 校方说法和家长控诉 明显有矛盾 各说各话 虽然教育部明令解除法禁 但私校仍有对学生投法的管控空间 中文新闻江戴景 云林采访报道 明显有理 Ses 好